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听说还有噪音酷刑 那你临到这样的迫害 是怎么一步步经历过来的呀 你跟我们交通交通吧 是 跟我们说说吧 行 我记得那是在2002年的一天 我和一个姊妹 到保管钱财的弟兄家 商量教会工作 突然接待的弟兄 从外面赶回来说 我的佩达张某被抓 做了犹大 带着警察把福音直视抓走了 我挺后心里砰砰地直跳 福音直视的家就在本村 那我们不是很危险吗 是 我感觉到 我们随时都有可能 被警察围堵抓捕 我心里特别地慌乱不安 就赶紧祷告神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带领我们 祷告后 我的心平静了许多 就赶紧带上教会钱财离开了 我们刚走 警察就到了弟兄家 应该就是我了 我感觉到 我随时都有可能被抓 心里特别地紧张害怕 一次聚同工会 一个同工见到我就说 他们教会有个弟兄被抓 出来后 说他在被审问期间 警察说出了我的名字 我的长相 身高 口音 尽什么本分 警察全都知道 还说绝不放过我这个带领 我感觉到危险 在一步步地向我逼近 我随时都有可能 落入警察的魔爪 就连夜里睡觉 做梦都被警察追得到处逃亡 我感觉到哪儿都不安全 心里非常地害怕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 神带领我们走的路 不是直线上升 而是曲折度大 而且是坑坑洼洼的路 而且神说 所走的路越是崎岖 越能显明我们的爱心 但就这样的路 我们谁也开辟不出来 在我的经历当中 也走了不少崎岖不平的路 也忍受了极大的痛苦 甚至有时达到悲痛欲绝 似乎想大声呼喊 但我还是走到了今天 我相信这是神所带领走的路 所以我忍受一切痛苦的折磨 而走下去 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 谁能逃脱呢 我不求什么得福 只求能够按照神的意思 走我该走的路 我不求模仿别人 走别人走的路 我只求尽我的重心 把我该走的路走到底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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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爱感动着我 神到臭肉身 来到地上拯救人类 遭到大红龙疯狂地追捕 宗教界的毁谤 亵渎世人的弃绝 神冒着极大的危险 忍受一切的痛苦 一直在发表真理拯救人 是 而我 只是一个小小的受造之物 今天能接受神末世的救恩 这已是神极大的高台 能因着信神受苦 在基督的患难国度里有份 这不是我的福气吗 是 有神与我同在 我还怕什么 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呢 对 揣摩到这儿 我又有了信心 后来 在神的看顾保守下 我们甩掉了警察 一次次地盯上跟踪 在那样的环境下 我们不停地呼求神 感觉心离神很近 也看到了神的全能主宰 发自内心地感谢神 阿们 都是神保守感谢神 到了2009年五月 一天 我和两个弟兄姊妹 开车出去办事 在路边多等了一会儿 被当地派出所的巡逻车发现 他们以查车查户口为由 强行搜车 把车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遍 连个纸片都没放过 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就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审问 当时我心里非常地害怕 一个劲地祷告神 求神保守我的心 祷告后 我想到神的话说 你不要怕这怕那 无论千难万陷 你都能稳定在我面前 不受任何的拦阻 让我执意得畅通 这就是你的本分 这是考验你的时候 能否献上忠心 能否忠心跟从我的路中 除去你的惧怕 有我做你的后盾 何人能把路横 切记 切记 事事都有我的美意 是我在其中见察 你的一言一行 能否行在我的话中 有火的试验领导 是屈膝喊叫 还是畏缩不能前行 神的话让我蒙羞惭愧 以往没有领导抓捕的时候 我却多有信心 喊着要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为神站出见证 可事实灵极 我看到自己的信心太小了 喊的都是口号道理 借着神话的开启 我认识到了万事万物 都在神的手中 神允许警察抓我 这是在检验成全我的信心 是的 我得依靠神站出见证 感谢事 感谢 两个警察 把我们押到了派出所后 分开审讯 我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 手机也被没收了 我害怕弟兄姊妹 给我打电话 收到牵连 我的心里特别地着急不安 想着一定得把手机卡毁掉 可警察跟我面对面坐着 看着手机 我心想 这该怎么办呢 这硬夺也夺不过来呀 我就在心里不停地祷告神 求神开辟出路 不大一会儿 看着我的那个警察 突然把我的手机放到桌子上 拿起他自己的手机 转身打电话去了 我心想 机会来了 我刚想起身拿手机 可又担心 这要是被警察发现了 肯定少不了挨打 这时 我突然想到神的话说 不要怕这怕哪 万君之全能神 必与你同在 他做你们的后盾 做盾牌 阿们 神的话给了我信心力量 我得维护神家利益 哪怕被警察折磨 肉体受苦 我也得依靠神 把手机卡毁掉 对 我站起身 迅速拿起手机 取出手机卡折断了 赶紧盖上手机盖 放回原处 我刚放下手机 警察就打着电话 转过神来 我真实地体会到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分秒不差 对神也有信心了 谢谢神 是啊 真心呼求神 神就给人开背出路了 是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 警察把我们 转交到了国宝大队 一个女警问道 你到这里干什么 信的什么 我没有吭声 他就恐吓我说 都说你是带领 你还不承认是吧 不承认有你好受的 我听他这样说 心里有些担心 他们都知道 我是教会带领 这回一切矛头 都直下我了 我就有苦吃了 我在心里 不停地呼求 祷告神 求神保守我的心 祷告后我有了信心 不管警察怎么折磨我 我绝不被判审 是 一个女警 拿起了一本书 向我猛砸过来 另一个男警冲进来 跳起 一脚把我踩倒了枪根 紧接着 还踢了我两脚 他们一直 审讯到了下午六点钟 见我什么也没有说 又把我们 押送到了公安局大厅 一个男警审问我 想好了吗 我没有吭声 他随手拿起一本 两厘米厚的书 用书背猛扇我的脸 每扇一下 我都钻心地疼 我来不及躲闪 就用手去护脸 可根本护不住 我被逼着 躲到了墙根蹲下 警察就随着向下扇 打得我无处躲藏 我心想 要是继续打下去 我的脸不就被毁了吗 我心里特别地害怕无助 眼泪都流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我想到神的话说 整个宇宙的每一件事 无一不是我说了算 什么事不是在我手中 神的话让我的心 顿时安静了下来 不再那么害怕 神掌管一切 我能不能被毁容 都在神的手中 我愿意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哪怕毁容 我也要依靠神站住见证 那个警察疯狂地骂道 你不是要脸吗 现在我就给你打烂 打了两三分钟才停手 我的脸被打得没有了直觉 只感觉到左眼疼痛 脸木木的 整个头都大了 一动就晕乎乎的 当天晚上十点钟 他们把我们押送到了看守所 我得知一个姊妹被提审时 熬了整整两天一夜 警察让他坐到铁凳子上 一动不让动 连觉也不让睡 没撑过三天 全身浮肿 站起来连路都不能走 被警察架了回来 之后他们又来提审我 问道 这段时间在里面反省好了吗 我没有回答 他就接着说 接下来让你也享受享受 我知道 他们要用折磨姊妹的方式 来折磨我 我心想 他们明知道我身体不好 还做过腰椎大手术 还故意用这种方式来折磨我 不就是想让我背叛神吗 是 我知道我的身体 是撑不住三天三夜的 我就在心里 不住地呼求神 加给我力量 在撒旦面前不妥协 哪怕有一口气 也绝不背叛神 是的 到了傍晚 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 这个腰就像断了一样 我想到诗歌里唱道 头可断 血可流 子灵骨气不能丢 阿贝 这时我又有了勇气和毅力 再哭也不能向撒旦求饶 就是腰断了 也不能出卖弟兄姊妹 对 没想到 在我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他们又把我押回到了看守所 我在心里感谢神 感谢神 他们关押了我一个月 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还强行让我家人交了一万块钱 才把我释放出来 还威胁我家人 要看好我不让我再出去传福音 还说再抓住就中盘 我哥强行把我带到了外审找工作 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 每到过年的时候 警察都要到我家调查我和我爸的下落 看我还信不信神 把我们家叫得人性惶惶 不得安宁 我从心里恨透了共产党这个恶魔 他越逼迫我 我越要立定心志 记好本分满足神 让撒旦蒙羞 对 两年后我又尽上了本分 那是到了2012年的12月 一天我正和三个姊妹聚会 突然几个警察床进来 把我们摁到床上 强行戴上手铐就开始搜夹 他们把家里所有的角落都翻了个遍 家里一片狼藉 他们翻出了一台电脑 神话书籍 还有我的手机和身份证 之后就给我们戴上黑色头盗 押送到了商务会馆 当时我的心里碰碰的直跳 心想 这次被抓 不知道又要遭受什么样的折磨 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跟神祷告 神哪 我愿意依靠你去经历 是死是活都在你的手中 到了宾馆 警察给我们取下头套 分开关在房间 两个警察看守我 后来警察判断我们是教会带领 一个警察进来指着我说 给你十二个小时好好考虑考虑 给我老实交代 十二个小时后我什么也没有说 他就指着看守我的两个警察 气急败坏地说 你们给他上铁链 让他享受享受 一个警察拿了一个将近三米长的铁链 把我的两脚绑上 又把我的两只手锁上 让我站好 又靠了我十二个小时 我在心里默默地向神祷告 神哪 我今天又落入警察的手里 我相信这都有你的许可 接下来不管警察怎么折磨我 我都愿意依靠你站住见证 死也不做犹大 不背叛你 对 也是 这次被抓 我感觉比上次心情平稳了很多 因为我知道有神与我同在 阿们 是 第二天下午 警察给我戴上周光帽 把我带到了地下室的一间小屋里 里面因斯森的 有一把椅子 墙体的上方 有一个一米左右的铁门扮演着 门大概有十五公分厚 里面是个洞 警察把我的一只脚料取下来锁到椅子上 我的脚和椅子的距离刚好把铁链拉直 他们让我面对墙 把右胳膊举起来 直直地靠在铁门栓上 我抬头看到白色的墙面上有几出血迹 心里感到毛骨悚然 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这就像是电视里的阴曹地府 阴森森的 就好像幽魂突然会残绕自己 我感觉自己离死亡很近 死就是一瞬间的事 我在心里不住地喊道 神哪 我害怕 我害怕死在这个地方 这时我想到神的话说 神是人生命的源头 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上天的摆布与安排 没有一个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对 因为只有那一位主宰万物的 能做这样的工作 阿们 是啊 人的生死都在神的手中 撒旦再疯狂 他也掌管不了我的生死 没有神的许可 我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 对 撒旦能摧残我的肉体 但他摧残不了我的灵魂 我的命是神给的 我愿意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对 想到这儿 我不再那么害怕了 是 接着一个警察从外面 拿了一个三十公分左右的黑色音响 车上线对我进行噪音哭醒 什么是噪音哭醒啊 就是长时间的 防各种恐怖难听的声音 正常的人持续三天 就会崩溃 精神分裂 这也太可怕了 是 当时各种恐怖的声音 刺激着我的神经 再加上我长时间没有睡觉 我的头越来越疼 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把头往墙上撞 想缓解一下头疼 这些声音 一会儿让我感觉到 像是在恐怖的地狱 一会儿又好像天使在唱歌 一会儿又好像发生了地震一样 特别地可怕 这个时候 一个警察端了一杯水 手里拿了一个黄色的小药包 走到我跟前 冷笑着说 你受的罪那么大 给你这是为你好 不用再受太多苦了 说着撕开药包 倒进水里让我喝 我心想 他们这是给我喝的什么呀 难道要把我毒死吗 我越想心里越害怕 就在心里一遍遍地呼求祷告神 警察见我不喝 就硬给我灌下 就走了 这太恶毒了 真是 一个警察 还时不时地探进头来看一看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他们进来又给我灌了一杯 他们离开不一会儿 我就感觉到 我的眼前到处发白 就好像一阵阵地浮云飘了过来 渐渐地整个房间都白了 我特别地害怕 我就不住地向神呼救 神啊 我害怕 我不想死在魔鬼的手里 不想死在这个小黑屋里 这时 我突然感觉到 自己特别地没有理智 我在干什么 我这不是在 无理智地要求神吗 我想到神的话说 人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掌握 你没法掌握你自己 人的归宿都在造物族的手中 人怎么能自己掌握自己呢 是啊 我是受造之物 生死都在神的手中 神如果让我活 那任何人不能置我于死地 神如果许可我死 那我就应该甘愿顺服 不敢有自己的选择 对啊 可我不但没有顺服 反而还跟神讲理 看到我对神的顺服太少了 这时我又想到神的话说 人的生命是来源于神 天的存在是因之神 地的生存 也是来源于神的生命的力量 任何带有生计的东西 都不能超越神的主宰 任何带有活力的东西 都不能摆脱神权柄的范围 这样无论何许人事 都得归附于神的权下 都得活在神的掌管之中 都不能逃出神的手心 神的话是我有了信心力量 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掌握 生死由神说了算 是 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 神在看 魔鬼也在看 我绝不做羞辱神的事 哪怕是死 也绝不背叛神 不做犹大 阿们 我向神祷告说 神啊 是你的话给了我信心 让我不再害怕 我愿意坦然地面对死亡 我活着的时候 没能尽好本分满足你 我愿最后做一次正确的选择 来安慰你的心 阿们 感谢神 那一刻我感觉到神与我同在 我心里感觉到特别的踏实 阿们 真是感谢神啊 面对死亡 人能放下自己交给神 坦然地面对 这都是神话带连人打道的国相 是 渐渐地 我的眼前全白了 什么也看不见 昏死了过去 醒来后 我的大脑开始混乱 我看到地上一层层的浑水 翻滚地向我冲来 那水好脏好大 吓得我啊啊的直觉 我不停地震动的铁链 感觉到无处可逃 寒声震动声 把两个警察招了过来 我告诉他们 地上有血 还有骨头渣子 我抬头看到铁管道上 有血有肉 太可怕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又晕了过去 醒来后 我感觉到我的力气特别地大 站在那里身不由己地 就能把铁链震得啪啪地响 我一会儿把警察看成是魔鬼 一会儿又认成是弟兄姊妹 有时候看到墙上的脏东西 仿佛形成了一幅幅的话 感觉有人在上面走来走去 当时我的思维完全不受控制了 就这样在那间小黑屋里 不知道被噪音折磨了多长时间 后来他们又给我戴上头套 压到了一间明亮点的地下室 里面有一张上下层的铁床 他们把我的右手靠在床头 继续放音乐折磨我 那个音乐 好像不如之前那么响 那么恐怖了 不久 一个警察进来骂骂咧咧地问道 想好了吗 赶紧交代 教会的钱放哪儿了 我没有打理他 要去上厕所 警察不让我去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控制不住 尿在了裤子里 警察发现后 就猛地向我的腰 踮踢两脚 把我裤子上的扣子都踢掉了 然后又跑出去 拿了一个电棍 在我身上来回地电击 我的浑身又疼又骂 我的手背和身上 亲一块子一块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个警察把我的两只手 用手铐分开挂在墙角上 脚尖点地 把我的两个胳膊 拽得像断了一样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我又运了过去 醒来后 我发现自己躺在铁床上 两只脚被分别绑在床尾 右手靠在床头上 只有左手是自由的 我的整个下神都是湿的 后来 我又迷迷糊糊地被打了针 我看到一个 穿白大腕的女的 手里拿了一个针管 吸入药品中的药 注射到我的手背上 我翘起身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药 只看到一个个的 就像青梅树一样的 小玻璃瓶 标签全被死掉了 我心里非常地愤恨 这活魔鬼真是狡猾鬼诈 残害人不留任何证据 是 我躺下 眼睛盯着上方的墙壁 心里恨透了共产党这个恶魔 同时 也感到特别地绝望无助 后来警察发现我有些清醒了 就把握拖到了审讯室 我一点力气都没有 看作在帖椅上 一个警察手里拿的电棍 问道 想好了吗 赶紧说 我没有回答 他就骂骂咧咧地说道 给你这么长时间让你想 到现在还不说 让你装 他就边说 边拿电棍惦记我 电棍发出了吱吱拉拉的响声 电棍完了又抡起了一个双结棍 操我的肩膀后背砸 差点把我砸倒 他还边吼边打 再信 让你再信 说不说 不知道打了多少个来回 酷刑的折磨 再加上我长时间没有吃东西 我一点力气都没有 就好像要死了一样 最后 他们见这样也问不出什么结果 就又把我拖回去绑在床上 之后 他们还是用音响 放各种音乐折磨我 一直持续了一个月 这些魔鬼太可恨了 为了逼我们否认神 出卖弟兄姊妹 不择手段的残害人 真是可咒可阻啊 是 这就是恶魔下界啊 是 后来的一天我被叫醒 一个警察说 我今天啊 就让你看看 你们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可能真没见过 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说着 他拿出了一张女性照片让我看 还问我见过吗 我说没见过 他就嘲笑我说 你看看 你信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 你就敢说你信的是真神 我说 我们信全能神是根据神的话 全能神发表的都是真理 能竭尽人拯救人 对 我们吃喝经历神的话 就是见到神的面了 没必要非要见基督 有许多人见过基督 但他们并不承认 不接受真理 根本不认识神 这样的人即使信神 神也不承认 是 接着他又嘲笑我 说了许多造谣毁谤的话 说我们信神参与政治 还说我们传讲世界末日 然后 他就让我写听了之后的认识 我没有大理他 警察走后 我意识到 他们又想用这些花招来迷惑我 挑拨我和神之间的关系 让我背叛神 实在是太恶毒了 是 我心想 撒旦毁谤亵渎神 我得见证神 然后我依靠神写道 神的灵穿上肉身 称为基督 基督是神灵的化身 基督能发表真理 做拯救人类的工作 基督就代表神自己 是 若是发表不了真理 还称自己是神 那就是假的 是邪灵 我坚决弃绝他 是 第二 神不参与政治 诞生掌管世界 及每个人的命运 这是神的权柄决定的 神家明文规定 任何人不得参与政治活动 是 第三 我们没有传讲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十十九末日 那是玛雅人的预言 与我们没有丝毫关系 我们传福音 是见证神的做工 见证末世基督 发表拯救人类的真理 人类被撒旦摆坏太深 只有来到基督面前 接受真理 才能蒙神的拯救 在灾难中生存下来 是 没想到 警察看了我写的认识 误以为我有了转变 一个月后 他们让我家人 交了三千元罚款 把我放了出来 你出来时 一个警察说 出去别再信神了 要是再被抓 你这辈子就完了 另一个警察说 像你这样的人 不管你走到哪儿 我们都能找到 回家没几天 当地派出所 来了两个警察 一个警察讽刺我说 你可是出名了 你可是咱们市的重重之重 是头号人物 以后还传教吗 我没有理他 他就朝着我家人说 他是个顽固分子 要是下次被我抓住了 我得好好地教训教训 还叮嘱我家人看好我 信全能神的人再来找我 就赶紧举报 之后的几年 警察一直在监视我 不间断地来我家找我 还经常询问邻居 我在家里的一切情况 看我还有没有继续信神聚会 因着长时间的被监视 我不能正常地过教会生活 不能和弟兄姊妹联系 还得面对外邦人 异样歧视的眼光 我心里非常地痛苦 多么奢望 哪一天能没有监视和歧视 自由自在地 和弟兄姊妹一起信神尽本分 但是在中国信神 自由是不可能的 是 回想这一次次地抓捕迫害 给我的肉体和精神 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我的双手在三年内 一直处于麻木状态 我的左肩膀到现在 一到阴雨天都疼 由于高分贝的噪音哭醒 我现在一听到大点的声音 或者多人说话 有噪音我就心情烦躁 头疼 虽然有痛苦 有软弱 但我觉得我很幸运 是啊 要不是经历大红龙的璀璨 我还会崇拜跟随他们 被他们的谣言迷惑 什么民主自由 公民合法权益 什么中共救国爱国爱民 都是鬼话 是 是神智慧地做工 借着大红龙抓捕迫害效力 使我长了许多分辨 知道了什么是正欲与邪恶 什么是真理与谣言 什么是颠倒黑白 彻底地看清了大红龙 抵挡神残害人的邪恶实质 从心里背叛他 弃绝他 我也真实地体会到 只有神是唯一的拯救 没有神的看顾保守 我活不到今天 是 是神的话给了我生命的支柱 让我在魔鬼的摧残中活了下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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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神的大能语权柄 我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 我只是分队中的一个 屈崇不如的人 今天能为造物的主作见证 这是神莫大的高台 我感到庆幸幸福 现在我不再奢望什么自由 我只愿在现在的环境中 力所能及地尽上我的本分 来见证神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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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的景点太好了